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这个医疗整改 我们之前说了一期但没有说透 中国现在这个整改已经完全的文革化了 尤其是上海等地开始发布一些规章法令 让这个举报变得合理化 那现在网上楼团一句话 说我看我的同事就像我房子的首富 一旦举报成功我就买得起房了 这个对于很多品行不端的中国人 是很有诱惑力的 所以今天我们花点时间 给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情 好那么话题从何开始呢 我们先看一下 2023年8月1号 上海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上海的市财政局 它联合发布了一个规定 叫做上海市市场监督领域重大违法行为 举报奖励实施办法 这个办法这个规定 说如果有人举报 这个举报成功举报对了 那么举报者可获得罚末款项的1%到5% 那么最高是100万元的举报奖金 那么你按照比例换算一下就是了 就是他们预期能够查出1亿到5亿之间的 这个区间的这个金额 给人家像赏个狗根骨头一样 赏个1%赏5%的 你别小看 这个能激起很多中国人 举报的这种热潮 你不要说中国最喜欢举报了 在什么社交媒体上动不动 我已经把你举报了 你去和警察聊聊吧 就那个劲儿 对吧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种办法会极大的提升 他们挖掘至少目前是医疗领域的 这些贪污腐败的事件 但是可怕的是 当这些人欲贺难填 真正腐败的那批人 咱们不是说中国没腐败 中国医疗很多腐败 但是当那批人被抓走之后 那些人冲着这些1%到5%这个奖金 他可能就会把魔爪伸向自己的同事 正如文中所说的 我的同事看着像我的首富 他贪不贪污无所谓 只要他能抄出钱来 给我买房子或者给我买车都行 那么我就要举报他 这是很可怕的 而且他还规定说 如果是违法主体内部人举报 就等于是自首加举报 那么可以按照奖励标准的两倍 计算奖励金额 同时目前来看 是药品医疗器械等行业的违法 是重点关注对象 那么也就是说目前还局限在这个区域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好 那我们为什么今天要专门花时间来聊这个举报呢 就是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话题聊透 聊到举报的本质 我们说举报的本质追根溯源 那你就可以找到秦朝 是吧 秦国 当时那个连坐制就是举报的一种类型 本质上是官僚政府机构 为了弥补自己的执法力量不足 监督力量不足 又不想设立新的机构来增加挑肥 于是让民间内斗 让民间互斗 让民间互相连坐 让民间互相盯着对方 而采取的这种制度 那么看起来 从表面 这个中国政府特别喜欢玩这套 在文革世纪就大玩特玩 玩了十年 但是你会发现进入近代人类社会之后 这个连坐的弊端被展露无遗 就是古代可能还好 大家听好 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说过 但是真的尊头自己研究出来之后 我自己是掉了一身的冷汗 这种制度 你说古事也有举报没什么大事 对 那是因为时代不同 我们来仔细想想 同样是举报 古代 我们先说 举报摧毁的是什么 您可以尝试回答我 对吧 电视机前的屏幕前的朋友 没有电视机 手机前的朋友 你们想想举报摧毁的是什么 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看起来一分钱不花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这个东西是一种隐性的财富 我们来想一下 在古代社会 男更女之 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是非常有限的 就那点活 有什么 举报就举报了 不信任就不信任了 大家大不了拆伙呗 是吧 没不重要 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不大 反而能够增加官府 对于底层民众的掌控力度 但问题是 到了近代社会 现在的人类社会 你告诉我 还有那么多男更女之吗 还有那么多自己足夺 没有 现代人类文明 或者现代国家文明 就是建立在 人与人的协作上 而人与人之间的协作 能没有信任吗 对不对啊 所以你现在中国用这种举报的方式来治国 用运动的方式来治国 用文革的方式来治国 那就是在饮阵止渴 一点不夸张 这种举报 它会进一步的 在这个经历文革 1970几年到现在 正好50年 如果从开始来算 这就是60年 一个假子 正好60年之后 你中国要再一次摧毁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现在是医疗领域 那下一波呢 教育领域 收这些教培的钱 收老师收礼要整治 再下一波 律师 律师收黑钱要整治 你就把各行各业都给抱一轮金币 都给撸一圈 把逮着蛤蟆给你钻出尿来 一定要把你都榨干了 榨干之后 政府得了实惠 政府得了钱 政府填充了国库 但是你中国整个社会的信任将会荡然无存 人与人之间又回到了那种防范的戒备的 有想法不敢说 有态度不敢表达 所有人都像一只 真的是安静如鸡了 等着看领导怎么说 对对对 领导怎么说 是是是 领导您高您真高 这种环境 我不相信中国会创造出 在未来科技蓬勃发展时期 未来会创造出财富 做他妈梦去吧 对不对 你想想 这就是中国的未来 而且不仅如此 咱们现在说的是经济层面 再往下一层 权力层面 这种举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是把公检法机关里边的检举揭发权 分了一部分给广泛民众 而且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撒网出去 虽然审判权 处置权 财良权等等 一切权力还在政府手里边 但是民众手里拿到权力之后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民众 我们之前说过 法学工作者 或者从事司法相关行业者 为什么要进行司法考试呢 拿本书回自学不行吗 你要经过完善的法学训练 不只训练你对法条的熟悉程度 更重要的是 我尽量强调这个法理学 你要有法学或者法理学的思维观念 这是作为一个法律人才 在任何一个国家 虽然你们法系可能不同 大陆法系等等等等 但是你们的素质和文化和思维逻辑 应该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法学从业者 或者一个社会的秩序维护者 应该干的事情 所以这些人掌握权力 掌握司法相关权力没有问题 他受过训练 哪怕他品行不好 他就知道哪个步骤是犯错 哪个步骤是危险的 但是你把这些权力 一部分让渡出去之后 民众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民众眼中只有利益 那1%到5%吗 那么他为了钱 他就可以捏造 他就可以诬告 他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这个权力只是第一步 我们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的 我们就近些年 两次重大的实验结果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中国的政府高官是真傻 还是看不透 还在做这样的事情 你比如说上一波 不用说了就是文革 文革实现一些红小将 是什么支撑他们 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 拿着一本群人证 就可以大串联走遍全国 旅游坐车不花钱 是什么让他们可以敢于 把曾经教导他们老师踩在脚下 是什么让他们敢于 把中国的各种文化古迹 那些古董都烧掉 中国现在还有人 还有人有脸 跑到大英博物馆去说 国宝应该回去 回你妈回去 回去被你们文革再砸一次吗 扯淡的玩意儿 对不对啊 所以这些人 他们是谁支持的 毛泽东支持的 当这些学生们 当这些曾经没有权利的那些被教育者 他们一下发现 我可以用我的想法指导这个社会思想 我可以为这个社会指明方向的时候 这些人就成了当时所谓的 不管是你叫造反派也好啊 或者叫什么组织也好 他们掌握了权力 最后他们就干出了十年浩劫 配合着毛泽东一起 十年浩劫 近些年也有啊 你不是前段时间那个核酸 去那个风控清零 前上个月 中国还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一帮警察围了一个中间男子 这个男子 这个北京还是哪 反正北方特别热的天 男子穿的那个大白 浑身都扎紧了 警察把他弄走了 为什么 这男的精神有问题 他还觉得还是风控时期呢 弄穿个大白在门口 守一倍 好家伙一炸 那样呢 请干嘛 哥这发意证 抽风去了 被警察逮走了 事是个小事 但是他透露出来的意思 现在有很多的大白在讨薪 很多的那些白卫兵们 在要钱 该给钱没给 还有更多的白卫兵 在怀念着曾经那个生杀与夺 所掌握这个人们权力的那个年代 之前有网友跟我说 他们小区以前那个门口那大白 那大爷 每天 真的跟我去就这样 背着手 江马 口罩 大老啊 你那个 我看一眼 你这不行啊 不能让你进去 把他弄出去 把他官方弄出去 不折了 很有威风 现在疫情解除 风控解除了 进门 大腰那一坐 勾勒着腰一坐 啊 进去吧 啊 进化吧 不用看 进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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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话都不愿意说了 就跟着 真是跟着这个 这个上着引 完了以后引过了似的 权力是最好的春耀 跟他们把他们的骨髓骨头给抽了似的 他没有权力了 所以中国这次在这个医药行业搞的这个大举报 就是未来中国的文革治国 运动治国的一个先兆 绝不可能只搞医疗行业 他的本质是把钱从医疗行业里边炸出来 刚刚我说的还有很多行业都可以炸 那最终就会形成一个席卷中国全面社会的一个二次文革的高潮部分 我们一直说了说这说了两年 说二次文革要来 二次文革要来 前面来了一部分 没到高潮 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举报 才是文革的高潮 你有没有错不重要 你有钱就够了 这是把中国近些年那些中产吃干抹净 骨头要磨成渣 撒地里做肥料的节奏 我们还是说医疗这个东西 培养一个从事医疗行业的人 要很多年 你不仅是医学体系问题 你还有临床的实践 我有很多朋友是从事医疗行业的 也有一些是从事器材行业的 那用说这里边水非常的深 确实腐败 确实该整治 但你怎么整 你用这种大水慢灌的 这种肆虐的这种文革式的治理方法 只会让中国的医疗系统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你看现在中国现在很多地方 该开的研讨会不开了 该开的学术交流会不开了 老医生以前愿意带新人 现在不愿意带了 谁知道你未来会不会检举揭发我 最后就是有能力的医生 现在都想发走 没能力的继续在那里混吃等死 然后等这个运动过去之后 明年或者后年 钱他们也捞够了 剩下一帮 就是好医生走 剩那些庸庸庸庸的医生 开始一个个上位 也开始叫这主任那科长了 但是他们的水平还在那里 最后我问你谁吃亏 百姓吃亏 那些举报他们的百姓吃亏 就这意思 领导不用担心 领导所有的医生都是最好的 领导那些医生都是特供的 领导那些医生都是国外甚至请过来的 甚至领导干脆定期到国外飞去 国外体检去 那你百姓有吗 没有 所以这就是今天为什么 我专门说这个例子 很多人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人高兴 哎呀终于这个医疗太黑暗 终于整理 好支持 支持你妹支持 最后倒霉就倒霉你自己身上 还那美呢 还是那句话 制大国如果彭小仙 你制大国不能翻大饼 你现在把国家当饼翻 那国家最后就真的翻给你看 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 那好吧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如果喜欢这通知视频的话 欢迎您点赞订阅 有不同意见 欢迎朋友去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